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ames 今天马股不错的一天 虽然说马来西亚今天的疫情还是相当严重的 今天马来西亚单日确诊又来到新高 今天是增加13000 215个人 当然这或许不是高峰 因为有专家说可能两个星期之后 我们的单日确诊可能会去到2万人的大关 然后今天死亡人数又有110个人 累计的死亡人数已经破了6600人 这一次的冠病 死亡人数马来西亚已经逼近7000人的大关 所以不要再以为这个冠病是个感冒 已经死了那么的多人 然后今天我们的活跃病例 也是来到一个新高 今天是增加10万8369个人 当然卫生部的官员是说 虽然活跃病例是那么的高 但是也大部分是属于比较轻微症状的 只有小部分当然他们是需要在ICU 呼吸器的这种支持之下才能撑得过的 所以疫情方面我国的邻居就是印尼 近期是相当糟糕 因为印尼 它这个单日的确诊 已经超过了印度 现在它是全球其中一个单日确诊 最多的一个国家 所以印尼今天的单日确诊 竟然是高达5万4千个人 然后我有看到新闻 就是有一位医疗专家 他就说可能印尼这个高峰还没有来 到时候印尼高峰来的时候 他的单日确诊可能会飙到40万人 这是相当恐怖的 如果印尼到时候恶化到这样子的话 因为连他的总统的儿子现在都确诊 不过他的儿子当然是很年轻 然后也只是属于这个轻微的症状的 那放眼全球 当然现在很多欧美国家西方 他们现在这个冠病的单日确诊 又开始走高上来的 比方说美国 以色列 英国 甚至是Australia 这些之前都号称 已经成功压低这个单日确诊曲线的国家 可以看到最近都这个景 这个景深已经开始敲响了 就是这些国家的这个单日确诊 确实在最近 然后很多人说是因为Delta变种的肆虐之下 又迎来了新一波的这个增长 所以全球今天这个单日确诊是增加66万468个人 然后全球死亡人数今天也是挺高的 今天全球死了166个人 OK看到吗 全球的这个死亡人数今天又破了1万人的大关 那么未来如果有越来越厉害的变种出现的话 会不会这个单日死亡会节节的走高 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不过马股今天还是不错的 KLCI起了8.5点 所以在1520.82点 然后上涨的Counter 577个下跌的有307个 所以今天上兄弟 起了上来也是起了不少 就是Sumbug Dynamic 母股起了11% 它的Warrant A 10.5% SCIB 它的母股13.1% 它的Warrant B更是飙了24.4% KPOW起了8% 所以讲到Sumbug Dynamic 当然最近他也做Announcement 就是他的老板 也是有买进 4毛半左右的价位 买进了1000万股 OK 所以他的老板是掏出大概450万的Cash 来买进自己的股票 那么当然 我相信这位老板 他的口袋应该也是很深 虽然说之前他才中了 可能两三轮吧 那个Margin Core 他就Force Sale 到很多这个Sumbug的票 你可以看到 随着他有这个收入进账的话 他又开始买进Sumbug的股票了 OK 所以他还是对他自己的公司Sumbug 信心满满的 所以今天这三兄弟 不错起了上来 然后今天医疗股也是有所斩获 我觉得跟疫情升温有关 所以一些医疗疫苗股 比方说LKL起了14.5% Adventa 23.8% Cangle 7.7% Ucrash 11.5% 所以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板块 就是手套 也是起了上来的 所以手套当然也是跟疫情升温有关的 因为如果全球的疫情又恶化的话 相信手套的ASP应该会能够maintain在一个比较高的价位 那么这对手套公司当然是一个利好 所以今天Kplus Chiller 13.1% AT 7.7% Rubber Rex 11.3% HLT 13.7% 所以HLT今天是其中一个最高的 手套起了13.7% Supermax也起了一个6.4% 然后YBS也起了一个9.2% 所以新业绩YOY转亏为盈 Meridian 16.1% 起上来它的NTA是有两毛的 所以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Stockpick 就是每个星期我会出一份这个选股的报告 上面会用这个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那来到今天相当多我的选股回酬还是相当可观的 像Hexstar Global 今天也起了8.5% 收在1.28元 所以最近Hexstar Global 他决定要收购这个Nobel的集团 所以市场是很看好的 那么之前我选Hexstar 他的股价 before 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4分 这一年3个多月也是有288%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个8年 KGB今天也起了3.5% 收在快2 KGB最近又拿到一个新的合约 EPC的工程 这个合约的value 5000万 之前我选KGB before bonus issue 就是6.5分 也派了股息4.3分 这2年6个多月 也是有153%的回酬 其他公司 你可能要等一个6年 Turtglove 顶级手套今天起了7.5% 所以在4.04分 所以手套股今天也是板块起了 他也跟着起了上来 所以之前我选Turtglove 他的股价是2.02分 也派了股息76.9分 所以这三年来 也是有138%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下个5年 当然还有其他选股 我就不说了 如果你join这个选股的话 那么每个星期 你会得到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这个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全球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然后很多顶尖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 非常成功 应用在股票投资的一个方法 有人称之为投资正道 那当中最出名的 当然是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 当然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会去研究 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 当然 像管理层 必须非常的优秀 能够把公司带到更高的一个境界 然后公司未来利润的潜能 必须要把资产负债表 必须相对是稳健的 因为一千公司的资产 体现出他的财务的健康度 然后现金流当然必须要顺 他做生意必须能够持续收到现金 然后股息的派发会纳入一个考量当中的 所以要强调这个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 suggest 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 vshake 反弹 如果疫情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么你赚钱的机会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discre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我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聊 又是一家第一天挂牌的公司 这家公司是Yenher Holdings 它的cord是Yenher这家公司 当然IPO虽然最近马股很多IPO 都是挺成功的啦 就是第一天挂牌上市 通常市场都会推 当然也不是100%准的啦 这种东西 所以今天Yenher 可能跟它的业务有关系吧 OK 大事可能今天market 就不大有兴趣去推它 那么今天它就跌了一个5.3% 就是它的IPO的发行价是95分 今天它就跌了5分 收在9毛的一个价位的 所以它的市值marketcap 是2.7亿的一家公司 最新业绩12号刚刚出炉 它这一季度它是赚了一个494万 OK 赚了一个494万 所以你乘市的话 它一年就大概是赚一个千多万 这一家公司 所以如果它一年 net profit是千多万 那么它的市值2.7亿来看的话 我会说OK PE也不是太便宜 这一家公司 当然你会说最近马股很多IPO 它都卖到不便宜 包括即将挂牌的CTOS OK 它的PE 我看到财经报导 CTOS这个IPO 它的PE好像是接近一个70倍 当然它们投行 它的公司当然会跟你说 它们这种高PE的IPO 是值得的 因为它会跟你说它的前景是多么多么的美好 OK 当然最后买不买账 我觉得是要看market的一个反应 所以 呀 这就是今天 沿合这一家IPO第一天的一个表现 所以今天它就第一天 它是在主板那边挂牌上市的 那么它的业务本身 它是做动物的生意 它本身是生产一些动物的保健 和营养的产品相关的 然后它本身有做一些诊断 材料的分析 咨询等等 OK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业务 那么这家公司当然也是很久了 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跟经验 它在冰城 有两间工厂 跟有一间 专门做研发的R&D的一个LAB OK 一个研发的中心有一间 员工方面 它有140名员工 然后 除了在冰城有它的office之外 它在台湾的台中 也是有一个分行咯 OK 我相信它在台湾也是有做一些生意的 那么这一次的IPO 它筹的钱真的是不少 它筹了大约6,121万 OK 筹了一个6000多万 其中3100万 它要来建一间新的工厂 OK 这个新的工厂是预期两年之后 2023年第四季度 就会全面的投入的应云 OK 这个工厂要两年的时间来建成 然后会投入一个运作 然后970万 他们会用来购买新的机器设备等等 1671万 会用来作为他们的云运的资本 Working Capital 然后剩下的380万 就是这一次挂牌上市的一个费用 值得一提 这次的IP也是Oversubscribe咯 OK 这一次IP还是Oversubscribe 13.8倍啦 当然 虽然是说很多人去Subscribe 今天的表现就稍微有令人一点失望 是跌下来的第一天 那么看着他的这个记忆报 稍微简单来说 他是说啦 因为这家公司燕赫 他的Operation 是属于那种Essential Service OK 就是重要的一个服务的一家公司 所以他在MCO的期间 他是允许继续运营的一些公司 所以换句话说 他跟你说MCO对他的冲击 冲击是肯定有啦 但是不会太过于严重的那一种 OK 所以总的来说 当然 燕赫 今天我觉得那些Subscribe 他的IPO的人 或许有一点小失望 因为今天他是跌了一个5.3%下来的 那么最新季度 他是赚了一个494万 所以他一年大概是赚一个千多万吧 OK 那么他的MarketCap 2.7亿的一家公司 到底估值合不合理 当然 各有各的想法啦 所以当然 说了那么多 还是Disclaimer 那四个字 买卖致富了 OK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 买卖师傅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 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受惠 也记得订阅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那最后 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